中文字幕製作 李宗盛 好了,我們來到第二節了 我們拍個參考,我們要講聲,哈希 今集很開心因為有很多水果 有好朋友 好啦 你繼續講 剛才你講到很有趣 原來你種得多的話 好像周天賢一樣 是啊 其實這個都是耕種一個大的學問 就是一個大挑戰 當你種得多的時候 那個蟲什麼東西都會走過來 包括野豬 我們有一年種粟米就被野豬吃了很多 你說剛才二萬棵粟米沒有了七成 我們目標中三萬 結果中了兩萬 只剩幾千枝 哦 這樣 那你學到什麼 學到什麼 做人不可以這麼貪心這件事 那就是野心這件事 就不可以放進種野這個範疇 就是要適可而止 夠吃就算了 不要這麼貪心 嗯 就是說 有時這個天氣都會影響很多東西 例如呢 像現在 下下來那些 空氣不好 下下來那些雨水 已經是變成啡色的 哦 嗯 因為空氣問題了 已經是 所以一年比一年差 都種不到什麼 現在我們種了出來的那些山菜 油蜜菜 都已經開始未大 已經變成黃色了 黃色下了雨 變成黃色了 所以要收割了 這些都要趕快剪了 不剪就沒有了 所以呢 這幾年都體驗到天氣問題 日後 真的會不會種到食物呢 我聽一下長哥說 其實現在很難種東西 是 農夫為什麼這麼難做呢 因為很難種東西 為什麼難種東西呢 他說天氣變了很多 變了很多 多了很多壞蟲 是 很多不好的蟲 但是那些好蟲就死了 嗯 那就搞到這些農作物 質收 或者很弱 或者是根本種得不漂亮 是的 這樣 你種得不漂亮 就賣不到錢 賣不到錢 所以大家想一下 我們匯誌社 就是在廣東道街市的後面 唐尾道 我經常走廣東道街市 我很喜歡走街市 因為街市有很多新鮮的食材 很開心 那感覺很開心 還有一些生果 但是老實實 我經常見一些東西 嘩 你的粟米就是15元一枝 這麼小一枝 我怕你的家 人家那些15元 就三棵這麼大棵 然後棵這麼大棵 接著我想 家鴻也沒什麼錢賺 到底你那裡 哇 你15元三棵 到底你找什麼 種得這麼肥 這麼大 又沒有洞 又沒有蟲 是的 然後那些生果 你都見廣東道 是個個個都 嘩 很大棵 什麼都大 蘋果又那麼大 橙又那麼大 就來蘋果那麼大 橙又那麼大 西瓜又那麼大 那些士多啤梨越來越大 士多啤梨又那麼大 那些士多啤梨又那麼大 那些士多啤梨又那麼大 那些東西好像 你看到它就 嘩 嘩 膠啤梨出來的 這樣 對 化學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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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進去 讓它快一點長大 所以 為什麼你今晚吃到 那些士多啤梨那麼甜 就是這個原因 就是 沒有化學食 全部有機 真的 差很遠 對 其實說多一點 那些士多啤梨 麻煩你 不過我也想分享一點 關於這個話題 大家現在去街市 爬過那些水果檔 看到那些水果很漂亮 但發現沒有什麼烏鷹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這件事 又沒有蟻 對 沒有什麼生氣 沒錯 那大家想想 深層一點再想想 為什麼那些這麼漂亮的水果 沒有昆蟲吃的呢 以前我們小時候去街市 那些水果檔 有很多烏鷹 有些烏鷹籽 吊在那裡黏烏鷹的 現在大家發覺沒有這些東西 其實就是他們 放了很多化學食 進去那些水果 連那些昆蟲都不吃 烏鷹都不生氣 烏鷹都不生氣 但是偏偏我們就花錢去賣 這個 有時候想下去其實都挺可悲 還有我們城市人 有些事情搞錯了 就是 我以前經常去果食營 現在網了 還有很難預約 Anyway 去果食營 我們這些水果 鋪在桌子都是這樣的 然後一會兒你會發現 你很容易就知道 哪個水果是好 哪個水果是不好的 有些水果很快 那些蟹就生氣了 有些烏鷹就過來咬 過來生氣 有些水果你會發現 是沒有東西生氣的 好像Sammy所說 那我就說 有很多蟹生氣 不要吃這些 通常城市人這樣 這個被蟹生氣了 扔掉了 被蟹生氣了 就扔掉了 我還聽聞過 國內 現在 中國和台灣是全世界用農藥 用得多的國家 我聽聞那些食物 種東西是要放老鼠藥的 我就種過蕃薯了 我種蕃薯 那些農夫說 你這裡種蕃薯 那些老鼠和你吃光 但我聽聞過 國內種東西 那些農藥是要放三十幾種的 包括老鼠藥 還有你講那些農事人 現在呢 我這麼多年 我都有一點想帶出去說 給家長知道 帶小朋友多些 去參與農場的東西 讓他們知道 不是那麼容易 那些食物 我都招呼過很多小朋友 他們都來看了之後 WhatsApp告訴我 小朋友來過一次之後 真是珍惜食物 嗯 這一點我是最開心的 做 我做 家鴻很多時候都 有朋友啊 哪些朋友來啊 找我來這裡參觀一下 行不行 我一定要 一定說可以的 行的 我想帶出去給他們知道 小朋友是要珍惜食物 嗯 可能日後更加是很難 種出來的 越來越難 越來越難了 所以叫他們珍惜食物 給他們體驗 他們來到是很開心的 我感覺到的 嗯 是啊 這件事很重要 是啊 所以 好啦 多謝小姐 小姐 現在你種這些 這個是乳衣甘蘭 是你種的 這個是沙律菜 嗯 是你種的 其實你為什麼會種東西呢 肯定 肯定就不是為了錢的 不是為了錢的 我都是 我都是 最初 最初呢 就是 都 開始小孩大了 那叫媽媽 不要做那麼多事情 那 又失去那些朋友 進去朋友那裏 他們那裏 買一下回農場 過年 那 有地窝 進來種一下脆食 那 開始了 我都玩了 差不多 生了十年了 嘩 十年 是啊 就 種些自己吃的 這樣 現在種一下種一下 好像 好像 連我 不是種出去的職業 我種了毒 天天都要下去田 哈哈 見到 你 這家屋不是開玩笑的 你不是說 我積穿衣服 買了穿衣服 然後又不積穿 一個月後會拿回來 這個田這個東西 你開始了 就停不了了 真的停不了 你要下去淋水 我要炸炸脆花人吃 我不想去買 雞士的那些脆 我想自己種的脆 但是下去 很曬很辛苦 但是很開心 我那裏 坐下來 喝杯咖啡 吃少許東西 吃個水果 坐在那裏 你是不同的 是很開心的 不是說 你去茶樓飲茶 就很開心 反而坐在那裏 田邊 嘉雄說真的 你喝杯水 都特別不同 是虛心 所以很辛苦 其實看我的樣子都知道 挺殘 但是很虛心 我身體是好 是 女兒的朋友 都多了少人吃飯 因為知道我種得脆 是這件事 大家都開心 他笑得挺甜 就知道 我們城市人笑是這樣的 他們笑得很燦爛 是呀 開心 沒有農藥 不過大家真的要 帶小朋友 讓他們多些知道 我們是要珍惜食物 這件事很重要 有一次 去了十日禁語形 我就先做一次學生 給人服侍 第二次去做法工 做法工 就反過來 去服侍人 我記得那次是7月13、14、15 總之是三天 熱到 特別是上水粉嶺的地方 受惠禁語形 以前是豬欄 就是豬欄改造的 一層而已 上面可能是鐵皮屋 就是這樣 是 然後我們那天負責在廚房裡煮東西 三十幾度 大太陽 然後在廚房裡做事 然後煮大鑊飯 那鑊好像這張桌那麼大 然後他們說 炒東西 很大的產 很有趣 那個感覺 都自己去做 還要計量 還有多少薯仔 還有多少蛋 還有多少矮瓜 不夠 要扔回來 然後就說 不要這個節省一點 那個感覺 平時人家煮的 就吃了 吃不完 就吃不了它 這樣 你知道我們香港人 但是到真的自己煮的時候 還要看著人家吃 然後跟著 汗流隔背 那個感覺 那個經驗 那個滋味是完全不同的 是的 很不同 很不同 因為我種了那麼多年之後 我小小那麼多食物 都不想浪費 不捨得扔 不捨得扔 我都 摘回來 請街坊吃 不要浪費 告訴他們 我自己種的 是不漂亮 你們吃一下看 是不同味 是不同味的 是特別好吃的 真的不同的 你們吃了番茄都知道 是不同的 大家可能在街市看到 就覺得這棵東西 有沒有搞錯 又黃又有洞 不漂亮 不漂亮 就覺得這個不漂亮 就扔掉它 但其實這些是好東西 有洞 即有蟲咬 有蟲咬的話 即沒有農藥 大家要換一下這個概念 不要看到這些東西 是膠咬出來的 完全沒有瑕疵 覺得很漂亮 其實不是的 這些才是好東西 還有有些是小鳥吃了 這些是小鳥 這些是小鳥 最喜歡吃的 因為我的甜色 很多小鳥 是小鳥 是小鳥 對 它知道是好東西 沒有農藥 很開心 看到那些大自然 是啊 是很開心的 還有一件事 真的很奇妙 我在這幾年 我最初有一群朋友 有幾個都是癌症的康復者 包括我一個大學的同學 因為種植的一件事 我發覺可以連繫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譬如說 我的朋友知道我種植 又會走過來 有些朋友因為身體不好 他覺得種植 接觸一下體力勞動 接觸一下陽光 又可以幫自己的身體好 結果我這個朋友 他是一個文藥書生 跟著我有一兩年 後來身體好 還有種植的東西 改變了我和人的連繫 我們城市人 你和隔壁的東西 沒有兩句 但是做農夫 或者種植的東西 你和隔壁田 左右 那些村民 有談有講 還有因為種植的東西 人家會覺得開心 你什麼時候可以 有東西出 有東西種到 大家可以分享 這個過程 我就很享受 我呢 住在油麻地 很多觀眾都知道 我的朋友都知道 住在油麻地 舊樓 其實已經好一點了 舊樓 一梯四伙 但是呢 毅鼎也跟我說 毅鼎說 毅鼎說我上一份不穿 經常都失眠 不是失眠 怎麼說呢 應該是難入睡 我說怎麼辦呢 打坐又試過 晚上 試過很多東西 毅鼎說 沒有的 她說 你長遠計 一定要搬去大自然的地方 她還要說 不僅是搬去大自然的地方 她說你要耕田 她說你要從 你要腳 落到地上 摺回地氣 Esta 你就會睡得很好的了 所以她說這句話 她說 Esta 沒有救的 一定是要搬回大自然的地方 還要種植物 嗯 那你搬來我家住幾天試試 我一時在想 不知道毅鼎說話 經常在我腦袋裡 不行 我一定要搬 一定要搬 加上一件事 我家旁邊有個小朋友 她就由她出生 尖叫到現在五六歲 好 終於他尖叫 其實我真的覺得自己很忍得 很多人說Esta 你脾氣不好 我說Sorry 你不知道我有多忍得 然後我終於 才看到兒子大了 就是別人的兒子 可以聊聊天 然後她媽媽生了個小兒子 哈哈 現在輪到小兒子在尖叫 然後她的哥哥就說 你幹嘛尖叫啊 這些這樣的城市生活 嗯 其實很有趣 拿病 我可以分享一點點東西給你看 因為我自己也是住鄉村大的 你知道村有狗的嗎 他有大樹菠蘿的家 他家裡是有大樹菠蘿 有羊土 有香蕉樹 有青檸樹 有檸檬樹 有檸檬樹 還有荔枝龍眼 哈哈 她媽媽做東西 我會有三個月 是的 那我家裡有幾隻狗 半夜有人經過狗就會吵 我可以睡到 其實是不會聽到狗的聲音 即是無論牠多吵 我媽媽常說 搞錯 睡成這樣 但我們真的可能 在那個環境內覺得很舒適 好睡得 自然就會睡得好一點 這個是真的 所以那些尖叫聲是不會聽到的 嘩 我們城市不是 是經常有很多雜念 駕駛駛駛 可能在樓上 踢拖鞋 就是拖鞋 拖鞋 就已經醒了 就是 撐這麼多東西可以醒了 睡得不想 是的 還有我認識有一個老婆 今年85歲 她還是 天天拿鞋打鞋地 我都希望我85歲 不單止行得企得 還可以拿鞋頭的鞋地 天天拿幾斤鞋出去 賣完 交完給人 就拿錢去喝茶 買東西 買菜 我見到就真的很開心 我將來都會這樣 大家有一天 到我85歲的時候 你看到我在大埔或者不知哪裏 咦 那個不是以前前網台主持 Exceline 哇 淪落成這樣 在家裡賣菜 我幾億的 你說話小心點 我賣菜是我興趣來的 老老實實 我家中的東西是不賣的 我媽媽說我現在沒有錢開飯嗎 我送給好朋友吃的 就是這樣的 這個當然是我的心願 還有什麼時間 Honey 還有三分鐘 那好了 我們下一節講什麼呢 講一下大家 嗯 在這個種田裡有什麼困難 好嗎 那你們家人呢 怎麼看你種田 會跟著你一起種啊 或者是去支持啊 鼓勵啊 還是 媽媽你退休啊 你還來做什麼 這麼辛苦 這樣 我先生是支持的 他一放假他就去了 幫忙做很多東西 很多是他 有什麼維修的事 那時候去做 是的 是他搞的了 那些孩子呢 女兒都去過的 去過一兩次 因為他講給同學 朋友聽 個個都想去看一下 那 好像我今天這樣 都摘了番茄 摘了西洋菜給他們的 他們都來我的 西洋菜正 是 那做 西洋菜 現在西洋菜美的了 就美星的了 就不是很漂亮的了 但是呢熬湯都還可以的 下次的聲音很高 其實 這麼多種菜之中 是的 魚衣甘藍我也很喜歡的 魚衣甘藍呢 用來風乾呢 綠麵紫醬呢 嗯 人間極品啊 另外最喜歡吃的菜呢 就是西洋菜 西洋菜 結果我第二天 我特地 我有個小火鍋 拿我回來公司 繼續打火鍋 就是為了吃你那半斤西洋菜 但是都值得 因為真的很好吃 我很喜歡吃西洋菜 哦 新鮮宅 特別有菜味 我先記住 因為內地那些 不是很乾淨的 不同的 他們用一些污水來去 知道我不敢吃 乾淨的水很重要 西洋菜 我們那些是用長流水的 嗯 不停流動的那些水 它大陸那些 不會有長流水嘛 用一個 一個塊地 找些水在那裡種的 所以緣分很高 西洋菜和通菜都是小食 如果大陸下來那些 你們那些就不同了 我們那些是長流水來的 新鮮水來的 不會停 新鮮水來的 所以變了 香港很多地方都是 都是種到西洋菜出來的 其實我們剛才吃了很多東西的了 不過現在這樣說 因為說西洋菜 我就已經口水 又想吃 嘩 西洋菜 好了 第二段的時間 又很快又到了 我們休息一會 回來繼續聊天 再見 再見